中國的國藥集團宣布 他們旗下所研發的疫苗有效性是百分之七十九 我記得這個什麼菲瑞啦 阿斯特捷利康啦 還有莫德納都是百分之九十五嘛 對 九十五以上 他們是七十九 他們算佈的 可是呢 即便百分之七十九 網路上流傳了一段影片 上海復旦大學 附設華山醫院感染科的主任叫張文宏 他在會議上說 現在要打是領導幹部要先打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雜誌的編輯 叫李大同 對此說這些高官們要坐在電視機前 打中國疫苗 你們敢 老百姓就敢 那我想因為這就是標示說大家沒信心 那請教一下王老師 既然七十九趴 為什麼他們要 他們沒有信心呢 七十九趴我們光聽到就是還是很害怕 而且事實上那只是 剛剛結束第三局要宣布的 那他其他的狀況還很複雜 待會再解釋 可是我講這個 剛剛講這個張文宏 他是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的主任 他居然講出說 他居然講說要打領導先打 可是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說這裡講說民間說叫領導先打 不是華山醫院是什麼 華山醫院 在我們看來是江澤民的御醫院 江澤民引導的華山醫院 上海華山醫院 你就把它想成臺大的臺大醫院 上海華山醫院的感染科主任 跳出來講說你們領導都不先打 我在想說他會不會說江澤民同志 我們來先給你打一針試試看 因為他等於是他具 他是具有相當指標性的一個醫生 不是隨便的人 所以他講這個東西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是他們對疫苗 中國自己的醫護人員 對疫苗沒信心 因為中國把醫護人員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把醫護人員列為優先疫苗施打對象 你可能想說我要先打嗎 要不然你們領導先來打打看 那領導會真的會上電視去打嗎 目前看起來沒有 美國總統拜登都先打了 還有幾個國家的也都有 他就是沒有 所以看起來這件事情就是跟這個鴨子聽擂 喊一喊 可是代表出來 他們對中國疫苗沒信心 這兩個應該會被抓上電視先打 有可能 張窩宏可能會被迫說 我們我就是領導 所以我先自己打 又有可能 第二個 剛剛講那個疫苗實驗場 比如說國藝疫苗是今天才公佈79% 可是在前兩個禮拜 他們就宣佈在上海 在深圳要到一月中要打五千萬支疫苗 還沒做到臨床實驗了 所以他有五千萬大規模的臨床實驗 好玩的是這個臨床實驗 還包括國胎辦 很合心 說這些優先施打對象 臺商 臺商 中國的臺灣民眾 包括臺商 你可以隨時來打 所以把臺商也當成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 所以現在那些臺商會會長趕回臺灣 怕被抓去打 對啊 因為他覺得你臺灣 臺灣你敢拒絕嗎 臺商敢拒絕嗎 敢拒絕給你查你水表 所以現在變成臺商趕快跑回來 因為臺商更不相信中國的疫苗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 你說才 可是為什麼國民黨那麼多人 國民黨就過去去打嘛 就過去去打 這個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我還擔心 跟發展想的不一樣 我還擔心有些臺商會長最後也一樣 要打領導先打 要打臺商會長先打 然後臺商會長打完之後 臺商可以打 可是你不要忘了 國民黨昨天跟很多的臺商會長視訊會議 在講什麼 講說臺灣應該要開放 快捷碰到 再往前 連社會有人在鼓吹說 可以打中國疫苗 再往前 有臺商在講說兩岸應該有泡泡 應該讓臺商回來不要再做檢疫 我們現在開始擔心 這是不是一連串的連續劇 到時候臺商打了中國疫苗之後 他們就說我們現在有抗體了 中國疫苗好棒棒 所以回來臺灣的時候 我們有疫苗有抗體了 臺灣怎麼還可以讓我在隔離十四天 應該有防疫泡泡 你看這樣一出一出眼下 像不像一個連續劇 然後最後都怪說 就是你臺灣政府 不願意 不願意罔顧臺商性命 事實上是你中國疫苗 到底讓大家會不會放心 不過我覺得 臺商絕對不情願被打疫苗 被迫打疫苗 對 那臺商一定想趕快回來 打美國的疫苗 或者臺灣我們自己本土的 我們自己值得疫苗 所以我覺得 但是沒辦法 在中國你怎麼辦 美國的副副總統 彭斯是公開打疫苗 還直播 國際直播 可是他打的是歐美的 對啊 那王岐山敢打嗎 王岐山敢打這個國藥的 王岐山是國家副主席 他跟彭斯未接是一樣 他盒子可以是國藥的 可是裡面放的是 對 有可能 告訴我裡面是國藥的 國藥的包裝 裡面是輝瑞的疫苗 打給你看嘛 所以我覺得中國是這樣 高層的一定是打進口的 我不認為習近平絕對不敢打國產的 中國那個疫苗之前毒疫苗事件 多少高官都受害 但是呢中層的打國產的 但是你以為中國的人都打得到嗎 打不到啊 多人底層是沒得打啊 所以就是說對中國來講 如果他實在打不到外國 他打個國產的也算是 也算是放心嘛 但目前他的五千萬人表示什麼 就是在做實驗 在做人體實驗 五千萬人 因為我們看到 基本上你要達到有效 要達到百分之六十五 按照十四億人來講的話 你只要打到九億人 但是你要什麼時候能打到九億人 我們台灣大概兩千三百萬人 要一千五百萬人打才有效果 對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中國現在還在 他等於是一邊在研發 一邊在實驗 那我請問這些白老鼠 臺商恭喜 你成為白老鼠 如果哪一天你不幸為國捐 為祖國捐軀 我來幫我們感謝你 你幫我們做了一個幫一個大忙 所以你看剛剛那個多可怕 不管誰先打 就是不要先找我打就對了 都是別人先打 就他真的突入的訊息是這一個 所以我其實覺得對現在來說 其實並沒有說你打哪一國的疫苗 就算你打美國的 你打歐洲的 打英國的 打西班牙 打大陸的 我們其實對於防疫的這件事情 並不會因為你打哪一個國家 我就給你一個特殊的通道 因為我們才剛發現有一個案例 是他曾經已經是確診過 而且他已經是五彩營 四彩營完了之後 都已經認為是痊癒了 結果又丟在裡頭 所以像保證說 我現在就一定是穩土董的沒問題 我認為大家不會抱這個心態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有部分的人是一直在那裡強調說 OK 有他的疫苗 為什麼你不讓他快捷 為什麼還要讓他去這個 這個再剪 在隔離 我覺得這很荒謬 那難道說你今天打了這個疫苗 所以打美國了 他就應該要繼續隔離嗎 打別的就應該不用隔離 沒有這種分法 所以你在這上面去做了這個文章 然後告訴大家講說你光看 我其實很擔心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有一些人呼籲台商可以去打 他自己沒阻 你知道嗎 那也跟剛才你說大陸的一樣 反正我不要叫我先打 領導先打 我們這邊就是說不要叫我打 你叫台商先去打 其實臺灣很可愛 你看臺灣沒有人說 總統你先打 對不對 小英你先打 可是在中國就會要求領導要先打 對不對 就有這個差別